止血剂通过改善凝血的出血过程,促进血栓形成和纤维蛋白形成或阻止纤维蛋白溶解等多重机制来加强止血。 目前,里面血用的止血剂,往往只适用于肢体表面疮伤止血,对于深度疮伤止血效果却极差,因为这些疮伤多呈现不规则形状,且难以通过按压止血。 不可控的出血,导致了超过30%的创伤死亡。 近日西安交通大学的一项研究成果,可以帮助深度创伤伤口止血。 在国宝林研究员和马晓龙教授的指导下,西安交通大学学研研院博士生招新使用核聚糖衍生物,和他纳米管材料制备成具有可注射的形状技艺,纳米附和多孔金胶止血材料, 和聚糖衍生物作为金胶的主要骨架,可以提供很好的止血性能,促进伤口愈合,以及血液出发形状意义恢复功能。 碳纳米管材料作为纳米填量,可以提高金胶的力学性能,赋予金胶良好的导电性,以及出色的近红外触发响应性例如止痛药物患事,光热杀菌等。 同时碳纳米材料也可进一步提高复合金胶的促拟血性能,该复合金胶的血细胞和血小板吸附与激活能力,使其在小鼠尾部解决模型和肝脏笋,伤模型中表现出出色的止血性能。 此外,由于该复合金胶的快速血液吸收性,血液浓缩性能以及快速的血液触发形状恢复,作为具有足够机械性能的物理填充品障,使其在肚子肝脏体积缺损,不可压缩性出血的致死模型中,表现出优异的止血效果。 该形状技艺复合金胶只需负量的原料来源广,便宜,制备简便,具有巨大的应用潜力。 科喜的是西湾交通大学的这次研究,也得到了国际认可。 该研究以 Injectable Antibacterial Conductive Nanocomposite, Cryos with Rapid Shapiro Recovery, for Non-Compressible Hemorrhage and One Healing 发表在《国际权威期刊》《Metro Communications》上,西安交大前言员,《未盖论文》第一作者及通讯作者单位,这也是郭宝林课题组的创商止血,欲修复研究领域即Biomaterials,2017-122-34-47之后的有益重要突破。 郭宝林团队研究取得突破,是西安交通大学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不断增强科技创新能力,提升科技竞争力的教学理念最好的体现。 欢迎选择西安交通大学深造,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西安交通大学研照办。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